一个人就是在夜晚 就是在路上走着 碰到的话是因为你倒霉了 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周公 欢迎收看 周公讲鬼 哪里有鬼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出门 那么一般上 在白天出门的时候 都觉得很有安全感 但是到了晚上 不管你是在路上走着 不然就是开着车子 你都会多多少少觉得 感觉有点怪怪 有点不安 今天我们周公讲鬼 哪里有鬼番外篇的主题 就是公路上的禁忌 我们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我的大徒弟 Jean 你好 我是Jean 莫俊锡 我的小徒弟 Warring 哈啰 我是Warring 哈啰 还有Gerald 大家好 我是瑞锋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我的 因为我朋友常常大巴士 在巴士车站的时候碰到的时候 要怎么办 如果是在巴士车站碰到的话 就是说你跟那个所谓的鬼魂的磁场 已经接轨了 所以当你碰到的时候 最好旁边有一个人 然后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跟对方讲话 如果真的那么倒霉 身边没有一个人的话 你就要假装看着手机 然后最好是一边看 然后一边微笑 好像你真的在跟一个人沟通 但是你千万不要在你的WhatsApp里头说 我只是在巴士车站看到 因为你在看 他可能也在旁边看 所以你不可以让他知道 你知道他的存在 如果你是一个人走回家 然后你碰到 你应该是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专家说的 这些所谓的孤魂野鬼 魂魄 他们其实都怕光 专家是说 当你开着这个Torchlight的时候 尤其是手机的Torchlight 它很强 你就会觉得那条路终于可以走完 但是最重要就是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因为这也就是证明 那个所谓的鬼魂已经看上你 那你觉得晚上开车的时候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 碰到这些灵异事件的机力高吗 你想 我们虽然生活在新加坡很安全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一天发生的交通意外有多少 听说这些孤魂野鬼 他们都在十字路口徘徊 去找一个适合的人 他真的看上你的话 一就是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要不然就是伤得很重 要不然就是你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你如果那天晚上决定要去喝 跟朋友小酌两杯的话 那你只好请一个人帮你开车 千万不要自己开车 因为专家说 当你在醉醺醺的时候 他们是最容易入侵的 所以这也要特别小心 这只是这么前先说 这就是几千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